紅杜拉斯 距離台灣一萬五千公益元 也是台灣中美洲重要友方之一 我要訪台灣中天中視TV News 我是好 紅杜拉斯金發部長傅哲倫 在非洲布吉納法所 和我國斷交的敏感時刻 首度接收的 接受台灣媒體專訪 希望更多的公司來這邊都知道 對 因為反正 紅杜拉斯也是台灣的一個好朋友 那台灣應該也要把這個地方看得 就是一個可以可靠的一個朋友國家 紅杜拉斯位於中美洲中心 和台灣有70多年的邦交 傅哲倫和台灣更有30年的私人情誼 也能以中文對答 我在台灣大概五年的時間 然後應該可以說學到很多事情 很多經驗 但是也有 產生很多的新的朋友 1990年代 傅哲倫成為交換學生 到台灣陸軍官校就讀 是少數擁有陸官畢業證書的外籍軍人 他的同學就是台商林東榮 有一天他很好奇 問我說 那個 台灣話的溫厚宇怎麼講 我就叫他 剛好一個班長走過來 看到班長 跑過去立正經理班長 擦擦擦 一般的生活完全不一樣 從那天起 讀書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泡妞在一起 打架在一起 翹頭在一起 建立了四年三個月很好的同學情感 畢業以後他當然回國書籍了 誰知道30年後的努力 現在整個都是國家領導人的班 傅哲倫和紅國總統葉南德茲 是玉校同學 葉南德茲後來從政 全力拚經濟 就找傅哲倫擔任重任 重要性相當於首席閣員 紅都拉斯我認為有很多的機會 跟很多國家的有種協會 貿易協定的 紅都拉斯一共簽訂了 11個自由貿易協定FTA 涵蓋了42個國家 形成15億人口市場 最大市場是在美國 決定來到紅都拉斯 是在兩年前 我們促成了葉南德茲總統 到台灣的訪問 2016年蔡英文當選總統 台商林東龍以私人情意運作 葉南德茲來台訪問 確定行程前 總統府和外交部都不知情 展現台灣人政商實力 在兩年前 我說團隊要到紅都拉斯來發展 是不被祝福的 因為紅都拉斯跟台灣 建交將近76年 真正來紅都拉發展的台商 遼遼無幾 第一個太遠 第二個語言不通 第三個這裡的確是 不管在政治 在經濟 在交通 在治安 都不是那麼的理想 所以台灣人會卻步 台灣人會怕 以前大家都是說 我們這邊是全世界最不安全的地方 對 但是現在不是 紅國積極改善治安問題 也持續推動經濟發展計畫 從2016年到2020年 五年期間 針對觀光 紡織 商業客服 農業 社會住宅 和輕工業等六大項 列為發展的重點 要創造60萬個就業機會 總投資金額 將會達到200億美金 相當於台幣6千億 紅都拉斯我認為 就像40年前的台灣 出處是機會 只要你可以努力 只要你有專業 只要你把台灣的精神帶過來 我認為 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因為他什麼都沒有 他什麼都需要 再者他的資源 比台灣好很多 過去四年 紅國經濟逐漸復甦 經濟成長率 從2014年的3.1% 到2017年成長到4.8% 台灣是紅都拉斯在亞洲 第五大貿易夥伴 台灣人的機會又在哪裡 他們喜愛他們沒有 就是機會 因為我已經測試了兩年 光一個鳳梨酥 很好玩 十個朋友9.9個愛死我 這個鳳梨酥 您喜歡嗎 喜歡嗎 也吃過 吃過了 跟同學要的 但是一個都沒給我 我聽他們一個部長講 一盒鳳梨酥 他吃了一個月 我很訝異 我說為什麼吃了一個月 他說一塊鳳梨酥 他切成四片 他吃一片 他老婆吃一片 他兩個小孩吃一片 他們很開心在那邊分享 台灣的鳳梨酥 心裡就在想 珍珠奶茶 鹹酥竟能過來 鳳梨酥可不可以過來 台商林東榮 早期從營造建築業起家 曾經投資拍攝新兵日記 廉政英雄等電視劇 這兩年成為前進中美洲 最積極的台商 他們喜歡我們的食物 OK 如果在宏都拉斯這個國度 能夠有1000家連鎖店 創造了5000個就業機會 那是直接 間接你要不要物流 要不要養雞 養雞要不要飼料 珍珠奶茶 要不要一些農作物 間接的乘以士 直接5000個月就業機會 間接可以創造 將近2萬個就業機會 小朋友拿到台商 捐贈新書包和文具 開心奔跑 林東榮在宏多拉斯 成立兩間公司 從建築 農業 漁業 礦業 到餐飲業 國際貿易 到休閒觀光都有投資案 引進台灣 日本 韓國 新加坡等企業 預計投入2億美金 不定期捐贈當地民眾所需物資 警車開到 甚至逆向通行 就怕耽誤時間 這是對台商團的領域和重視 也推出免稅優惠措施 吸引台商的外資進駐 在這些網絡 我們可以說 有優惠 例如 不賣賣賣賣 也就是 製造 免費 尤其是美金 台灣能夠 把這些好的團隊 好的經驗 好的技術 好的設備 帶往到宏都拉斯來 我想這兩年來的努力 宏都拉斯的政府 宏都拉斯的企業 宏都拉斯的人民 大家就抱以非常高度的期待 這也是宏都拉斯的首都 德谷西加坡市中心 你看現在外面 這邊的車流量也是非常的大 而剛好這個三角窗的位置 有一個中華民國廣場 而這是為了今天 中華民國跟宏都拉斯的 身後友誼所蓋的 比較有意思的是 你看這邊 這有一座迷你版的 伊尼大樓大概12公尺高 而這也成為了 宏都拉斯的民眾 對於台灣的第一印象 今天對我們的那個 重視的朋友 想say hello 然後希望你們以後 也可以來宏都拉斯看一下 我們這邊的美麗的東西 很多很多人 藉由台商牽線 拉近台虹的基貿關係 也間接鞏固外交邦誼 製造成功